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就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开始前呢,我们先回归一下在之前的几个课我们都做了哪些学习 首先呢,我们是确定了一下我们的学习思路 第一,先整理把握 第二,再具体学习 第三,持续迭代不断完善 才确定了我们的学习思路之后呢,我们就要想 那我们去学习Android的应用开发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去学习呢? 那我们就想到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和其他一些资料 也就是,可能从这里可以找到我们的答案 确定了我们的答案所在呢 甚至呢,就是我们这个学习思路的具体实现 这里呢,我们就是 大体上是以我们的官网为例 通过结合我们的官网去学习 首先呢,在我们的整体把握这个阶段 我们熟悉一下我们官网上都有什么内容 然后呢,去编写了我们第一个应用程序 当然这里呢,我们没有一步步的去跟大家一块去编写 而是不止一个客家作业 通过,我们去搭建这么一个应用程序呢 我们就体会到,哎,我们安卓上的应用开发 有三个基本的团体 第一个,我们的应用程序是由一系列组件构成的 第二个,你趁他把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 在运行的时候反映起来写的工作 第三个,Android提供了丰富的API给我们使用 那,提供到我们按Gate上面应用开发的这三个方点之后呢 再具体学习,这一环节呢 我们就结合着这三个特点 去进一步学习了下相关的内容 针对我们的应用程序是由一系列组件构成 那我们就去进一步学习了下我们的用程序组件 和他们的Cubeck函数 也就是我们的onCreate,onStart,onZoom等等这些Cubeck函数 那根据我们的intent 把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在运行的时候保证起来 行动工作 那我们就去相应的具体学习了下我们的intent 和intent怎么去激活我们的应用程序组件 然后我们顺便去学习一下我们andre的mandbase 就是文件的一些作用 最后呢 我们通过编写一个简单的APP 然后熟悉一下我们API的一个使用 下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环节 持续迭代 阻断完善 这个环节呢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 如果能参与一些项目 实际项目去开发 这是最好不过的 在实践中 去根据需要 进一步去把我们这两个步骤 去迭代一下 这里呢 我只点两个地方 假如说 想进一步去横向 熟悉一下我们Android 应用开发的相关内容呢 可以看一下麦子学院的 Android应用开发相关的课程 这课程呢 是国内首套的 Android开发的工程师课程 从入门到时间 进行所有 是保健院的课程 在学完之后呢 可以去从事Android的 开发工程师 约新呢 Android上面开发 现在基本确实也是这个方形 如果学的还算扎实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里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课程概述之中 我们讲了一个学习模型 我们学习模型还记得有两个主要的模块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是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为什么 这结合开始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为什么这个阶段 同样呢 先看一下我们的学习思路 既然要学为什么 那么首先 我们肯定要给自己提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提什么问题呢 同样 结合着我们在试试摩这个阶段 学习到的Android上面 APP的上面 第一个 Android上的APP 是由于系列以用程序组件构成 那我们在开发我们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继承一下这些基本组件的G类 就是我们的Activity Service等等这些G类 然后呢 去复带它里边的Uncreate Unstart 这些生存周期Coppy函数 然后去实现我们的一些功能 那么 那么我们就想了 我们的Android 为什么要让我们通过继承它这些 用程序组件的G类 比如说Activity Service这些 然后去覆盖它里边的Uncreate Unstart等等这些Coppy函数 来组成来实现我们的应用程序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Component 与Copax 同样的看一下我们 这上面APP的第二个特点 Intent在运行的时候 把独立的用程序组件绑定在了一起 当我们想获取另外一个对象的使用呢 我们习惯的是直接通过New把这个对象给New起来 然后去使用它 但是在我们的Android上面呢 它却不是这样做的 没有让我们直接去把它New 而是通过让我们发送一个Intent 给我们的系统 然后我们的系统把我们把这个对象给New起来 然后让我们使用 那我们就要想了 它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去把这个对象捏起来 而是让我们去发送一个Intent 给它 然后它帮我们找到呢 这样 来到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Intent ActivityCoppy 这两个为什么呢 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我们Android上面 我们之前还讲了一个第三个特点 它提供了丰富的API给我们使用 当然了 作为一个框架 它的一个很主要的功能就是 要提供API出来给我们使用 这里呢 我们就不作为这块的内容去课解 我们 后续的端节呢 会根据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这些API 去进一步 往底层去挖掘一下 这个就是后面的那种 暂时这样 那我们就去看这两个方面 那我们确定了我们的为什么呢 那我们有问题了 我们就要想答案可能在什么地方 那既然我们的这个是设计成这样 让我们去在他们上面去开发用程序呢 它肯定有它的一些原理 那我们就想它是有什么设计的考虑呢 那我们又怎么去知道 它是遵循了一个什么设计原则之类的呢 所以说 我们就猜一下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而学习一下 设计模式设计原则等等 相关的内容来体会一下 它到底为什么这么设计 来让我们去 这样去开发一个应用程序呢 再确定了我们答案可能是在这块之后呢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结合着我们的设计 对于设计模式设计原则的学习 来体会一下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component-eco-back 为什么要content-eactivity-component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学习思路 对中文-e崇道的5号 剧院的支援 是我们的设计计原则 还有设计原则